在刚刚过去的2023成都国际车展上 大家可以发现新能源硬派越野SUV这个戏份市场 就跟雨后春笋一样 它一下子就冒了出来 这说明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他愿意去接受新能源车型 也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喜欢这种适合户外出行的车子 那今天咱们就来看一款新能源硬派SUV 就是我旁边这款坦克400F4T 它在成都车展上已经正式的开启了预售 那么这一台车它有哪些特点 又值不值得大家去选择呢 通过本期的探天视频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定位方面来说 这一台车它是一款中大型的都市机能硬派越野 它也是坦克品牌基于HIGH4T构架下的第二款车型 预售价是28.5万起 那么这一台车它的定位 其实也就是在坦克300跟坦克500之间 那同时这一台车它主打的就是科技越野 全场景出行 H代表了就是混动 I代表了就是科技智能 那FOR自然指的就是它的四驱 那然后咱们来看一下这台车的它的一个外观设计 整个造型依旧是非常的硬派 线条凌厉 充满了都市机能美学的设计 在前脸部分 它采用了横向的中网布局 中间贯穿品牌logo 在搭配上两侧的大灯组 以及下方两侧 还有这种阶梯状的设计 让这个前脸部分 它就能够给到你一种很强的视觉冲击感 那么从侧面来说 这一台车它的车人长度是接近5米 宽度接近2米 而它的轴距是来到了2米85 所以从视觉上来说 咱们看起来它会显得非常大气 这个车人尺寸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对比于同级车型来说 也显得非常的有优势 那么除此之外 这台车它还采用了熏黑的后视镜 车顶行李架 在轮梅上还设计了锚钉 它的轮胎规格是26565R18 同时咱们现在所拍摄的车型 它是一个顶配的车型 所以这台车 它是配备了金属的电动的迎宾踏板 让这台车的仪式感也做得非常的到位 那么来到尾部 整体的视觉效果依旧是非常的大气 那么在尾部 它是设计了高位的扰流板 以及树状的尾灯组 它的这个尾灯组设计的非常的有意思 是一个对称的样式 然后小书包 侧开门 硬派越野的标志性设计 它也都是有的 那么打开这个侧开门之后 大家可以发现 这台车它后备箱的空间表现 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不管是它的这个近身空间 还是这一个侧向空间 都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这台车 它后排座椅 也是支持纯平放倒的 可以进一步的拓展 这台车的储物空间 那么除此之外 大家可以发现 它的这个地台设计 显得非常的高 因为它的这个电池包 就在它的这个下边 所以它这一块设计它很高 那么高有一个好处 就是安全 不管是防碰撞 还是防积水 都会非常不错 而且这台车 它设计了一个 220伏的外接电源接口 咱们外出露营 或者旅游什么的 这个设计就会非常的方便 那么坐进车内 我觉得这台车 它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就是非常的霸气 我觉得这才是咱们真男人 该开的一款车 坐在这里 显得非常的宽敞 而且这个座子非常的高 视野很快阔 那么虽然它设计的很高 但是它有这个电动踏板 不仅能够给到你一定的仪式感 而且也可以方便咱们上下车 那么它整个的这一套内饰设计 我觉得依旧是非常的硬派 但是在硬派的基础之上 它还是尽可能的想去给到你一种 非常不错的豪华感 以及舒适性 比如说整个内饰设计 它采用了很多的软性材质的包袱 包括咱们现在所乘坐的这个座椅 它是哪怕真皮打孔的这么一个工艺设计 那这个座椅 它给到你的感觉是什么 就是非常的舒适 因为它的这个座椅 我觉得就是很有支撑性 包括它的这一个靠背角度 设计的也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两侧还是有这一种支撑的 所以说就算你开着这一台车去长途出行 它也能够给到你一定的舒适性 那么除此之外 它横贯的这一个中控台的设计 非常的简洁 两侧的出风口是这种圆形的设计 看起来就很有质感 然后前方 它是给你配备了12.3英寸的液晶仪表 6.2英寸的中控屏幕 以及HOD抬头显示 配合流媒体的后视镜 这个中控屏看起来非常的大气 而且咱们在体验的过程中也可以感受到 它的流畅度 还有里面的功能性 都是非常的棒的 那么在这个中控屏下方 它设计了一排非常精致的物理按键 而且上面的功能 都是咱们会经常使用到的一些功能 在下方的这一整个的扶手中控的位置 它给你设计了支持手机无线充电的地方 然后非常有握感的挡霸 以及两个杯架 这一块的设计我觉得它也是有这么一个机甲风格的味道 看起来就很硬派 再然后它的扶手箱的空间也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说完了这些 咱们再去感受一下它后排的空间表现 好 那么现在我是坐到了这一台车的后排 那么首先从空间表现来说 这台车它首先是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轴距 轴距是来到了2850毫米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头部空间还有腿部距离 非常的宽敞 那么其次呢 咱们再说一下这个座椅的舒适性 那怎么说呢 就是它跟这个沙发的舒适度我觉得是差不了太多的 因为你看沙发就是宽 就是厚 就是软 那这个座椅呢 它就是有这些特点 这个座椅的长度呢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完全将我后边的这个腿部是给支撑了起来 而且呢相当的厚实也比较软 那同时靠背角度 我觉得设计的非常的适中 包括它的这个头枕呢 靠在这里也是非常舒服的 那么在后排它还有哪些比较贴心的设计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在后排呢 它还是有这一个氛围灯的 而且这一个视板敲上去 这个质感真的相当的不错 然后呢 在这里它有一个拉把 在这呢 也有一个 然后呢 它这里还有阅读灯 那除此之外 在后排它还设计了独立的空调出风口 还有呢 这种充电接口 然后咱们把这个扶手拉下来 它是两个杯架 所以综合来说呢 这些配置都是非常的全面的 那么在动力方面呢 这一台车百公里加速 只需要6.8秒 而且这台车 它在NEDC公共下 它的纯电续航里程呢 是可以达到120公里 如果咱们每周只是为了日常通行的话 这个续航水平其实也是够用的 一周呢 只充一次电 绰绰有余 那么除此之外 在充电效率方面呢 这一台车在Hi-4T充电系统下呢 可以让它24分钟内 完成30% 充到80%的电量补充 所以综合来说的话 这一台车呢 它的优点其实很明显 使用场景很全面 整体的这种设计风格 不仅适用于夜夜出行 咱们城市代步呢 选它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这台车它还有一个优势点 就是经济实惠 比如说你开坦克300 或者开坦克500呢 它们的市区油耗 可能都在15个左右 这种比较高昂的用车成本呢 其实也挺让人心痛的 但是如果你开这款坦克400 Hi-4T 它就可以让你做到 省心无焦虑 你给我开坦克6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